卢台长太感谢了我能够打通您的电话 我是72年的鼠 我想请台长帮我看一下图腾 看看今生是否还能够有孩子 72年的鼠 对45岁了 12是吧 哦你吊过 你吊过孩子 你有过 对是吊过孩子 您看我超度吊了吗 没有 还在 还在你的小肚子上 所以你的肚子还会痛 OK好的那我知道了 你还要念69张给他超度的 好的 谢谢台长 那么您看我这个 就是说45岁这个年龄了 还会有孩子吗 有了也很危险 会有 你会有一个 有一个孩子 还会有一个 哦 你可能 你可能 要生的话 要用另外方法 嗯 因为我看你的 我看你的那个素然管 有 有堵塞的情况 是的 是的 我有一边是堵塞的 是的 所以你的怀孕的概率 非常小 明白吗 嗯 那么 呃 我想请问台长一下 因为我在感情方面的话 还没有碰到一个 合适的 呃 异性 那么我呢 嗯 学佛已经学了很多年了 跟着台长这边也 大概有六七年了 那么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 想就说 买精子 做那个 IBF 不知道台长 这边是否可以给我开示一下 可以这样做 你现在没有男人啊 没有男人啊 没有 没有男人 你生孩子干嘛 你发神经啊 嗯 那么就是 比如说那个 呃 有这个必要吗 除非你有男演 知影 否则的话 你这个根本是不是正常思维 就不要去做了 是吧 有什么了 有什么了 好的 那我知道了 开玩笑 那么我想再 嗯 那我想 你以后还找不找啊 你到时候抱了一个孩子 到时候再去找个人 人家问你 这爸爸是谁啊 不知道 这变成野鬼了 真的是 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了 明白吗 嗯 嗯 好 那那我想 那个还想请台长帮我看一看 就是我小的时候 包括我那个 两年前啊 有过那个鬼压生的情况 那么我送了500多张小发 我想请台长帮我看一下 这个呃 灵性是否已经走了 几几年数什么 再讲一遍 哦 72年的数 嗯 走了 已经走掉了 哦 是吗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所以现在 现在你不会鬼压生 嗯 嗯 OK 嗯 没事了 已经走掉了 哦 太感谢了台长 谢谢您 因为我是那个 呃 真的是学习心理法 们 然后这个 送了500多张小房子的 太感谢了 赶快 赶快自己要多锻炼身体 你的骨头不好 哦 是吧 关节 关节不好 嗯 好的 好的 那么嗯 台长我想请您帮我看看身体 比如说呃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灵性 比如说除了那个打胎的孩子 是否还有别的灵性 那么我需要呃 念小房子 特别的念呃 你的肠胃不好 肠胃啊 肠脂不好 嗯 肠胃不能着凉 一着凉就不好 哦 好的 好的 还有你的鼻敏感 鼻子 嗯 还有你要注意的 就是颈椎也不舒服 嗯 明白吗 嗯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有过一段时间忧郁症 嗯 你这段忧郁症造成了你的心脏有一些小小的那种 胖普就是不好 对应该是有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忧郁 感觉是不太好 但是在好像是前年的时候吧 在观音堂啊 就是参加新年的那个上头香之后 我祈祷了一下回来马上就好了 就是 就一点 真的是一点 我跟你说了 都没有感觉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你就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 我们在观音堂里上头香 有的人晚上上了早上就好了 就这样 是的是的 我知道的 我知道 我家里应该房子应该也有灵性 然后有的时候会在睡眠当中把我给惊醒 然后我听了别的同修 问台长该如何处理之后 我烧送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结果烧送完了之后 回来的路上 包括结果真的就是没有了 现在知道了 我告诉你 非常的非常的灵验 你要是不相信 很多人不知道就没办法了 回到家 对 我相信 我相信